卡牌的奥西 炸LQ 说大家叫卡牌的走位好吧 没得不到奥西还是一样 你就进得放进了炸LQ甩他一下 消耗一下他好吧官方们 我没法管你啊我打卡牌 打卡牌就前期消耗就可以了官方们 没办法做更多的剧度 主要是独打就是消耗 要等3G以后才耗断 前期就抗压嘛 抗压就行了炸LQ 是他的守卫 别的不着急好吧 WCD这些是W的 没必要学别的 随便Q他一下就行了 OK 然后注意补兵不要掉血量 不要被他换太多的血量就可以了 能补兵你全补掉了吧 他知道能补的 补谁兵也就行了 反正不好补 再补一下 别的不着急 看他踩不踩就炮台 踩他会可以打他一套 减速AQ 然后呢给他打一套好了 然后拉就行 主要是要把兵线控我们塔前 知道吧 这样对我们很友好 再吹一瘦果子 然后把这个法材给捡了 这样就可以一定能捡到 再把兵线看一下怎么跟他说 召唤出来 然后让他去扛压防御塔 我们打一套好了 限制下这卡牌的走位 快要过来 这卡牌血量很残 男兄弟 他打下一波机会了 我这波暂杀不了他 血量看一下没什么机会 教兄弟来一招好吧 用不出来了 这可能有点稳定 这个可以卡五级关粉 三秒以后他就死了 你信吗关粉 不信是吗 OK他死了 看到了吗关粉 随后的QQ1好吧关粉们 随后的QQ1好吧关粉们 随后打得不射可以加个粉就等好吧 中野二德山直接也设队好吧关粉们 还有最后两个位置穿就没位置了关粉们 能不能两个老板支持支持你花地的这个远区 花式远区关粉们 来两个老板跟车支持支持你花地的远区好吧关粉们 来个设计之区 什么不玩打野的有兴辞玩两天玩 好关粉们 兴辞兴辞就玩不了打野了 就玩不了中单了 有兴辞可以玩两把中单吗 玩两天中单 卡下位置 还是一样先减速再给Q 然后往后拉就行 这位置没有办法杀他 来了这个兵线往外拉一拉 你现在太险的话杀不了他 要蹲着兵线 卡在兵线的位置 别的不着急好吧 手放得上 先减速他一下 帅LP 还是一样换我过来挂一 这不就足够的距离杀他了 连住他 边一边我后面走 卡他的位置 知道吧关粉们 这样就可以把他杀了 学会了吗关粉们 卡他的位置 你不用引着去卡他的位置 你很难单杀他的 知道吧关粉们 这就是为什么说 杰在经过几个班了 改班以后 热度还会依旧的那么高 因为他是中单 你想单杀对方 中单最好用的英雄 除此之外没有之一 就杰是全联梦 但他对手最简单的英雄 但而且又很窒息 用大刀去躲他的技能 然后三花AE 然后再A一下 然后他就死了 学会了吗关粉们 学会了COVE1好吧 所以说你不管知道什么时候的 不要慌 知道吧 不要慌 这方总会给我们机会的像这样子 就是完结玩家的魅力 好吧 直接把他杀了就可以 这就不要急保持冷静 然后我们就赚对线 还不着急等他卡牌回线好了 别的不慌 这明显就不要推定机关门 因为杰不好摸他 所以你明显就没必要推 减速双Q刷个星矢 然后去挡他的这个 技能看到了吧 冲完星矢的杰就已经强势期了 你有星矢跟他换血 你肯定是不亏的 然后卡布斯宇 这波太坦要上的话我们配合一下 直接可以把他秒掉 然后他把交散过来 双QA就来把他秒了 看到了吧 拿到优势的打野跟这个打野配合就是这样 拿到优势的杰就跟打野配合就是这样子 直接就可以把他击杀掉 他没有任何的反抗的机会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小心一下对面的打野了 别的的话不知道 然后把炮台捡了 看看要是什么 给自己回后取 好吧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不离开这个位置 等他卡布斯宇 过来看能不能再杀他一步好吧 呃有些人们想看这个月塔吗 想看月塔可以扣不一好吧 跟朋友们 直接大刀去手 A他拉拉会减速 AQQ给你了 这样子就死了 跟朋友们 就是 这天也是有谁有问的花地吗 这个版本杰出不出穿甲 看到效果了吗 跟朋友们 出什么也是一样能秒的 因为这个版本护甲其实进入过削弱了吗 所以说其实你出什么 其实对杰的影响不是很大 因为那个虚弱的 所以说这个版本的杰的 强度还是OK的 我是比较推荐大家去玩中断杰的 好吧 上版本的话 我是不推荐大家去玩的 但这个版本的话 有这个心持 中断杰挺强的 所以说这个 所以说我现在也在 开始玩中断杰的 好吧 这个卡巴尔跟他对我吵架了 官朋友们 他在这里 闹完了 这个要不要跟他说一下 那好好玩 哎呦 还要逃跑 官朋友们 把他杀了吧 要不要杀他 官朋友听你们的 我在追着他 要不要杀 要杀扣1好吧 算了 对我要抢我的人头 这卡巴尔已经0-6了 官朋友们 怎么说 把他杀了0-15 有没有说法 要不要把他杀了0-15 这卡巴尔已经杀了不想玩游戏了 好官朋友 开摆了 你开摆了 大家得打个这个广告 好吧官朋友 这个写到所有人 大家要起手 A1拉回 AQ三花距离 然后再换位拉回就行了 但我这不可能 可能要初始 先卡一下这个为人的事 因为他辅助过来了 鬼蛋蹭一下 刷个技能好吧 然后拉下我们就可以走掉了 因为有星蚀嘛 这是出星蚀的好处 官朋友们 你的实际权量 会比看到的稍微多一点 官朋友们 这就是出星蚀的好处 看到了吗 官朋友们 所以说为什么推荐大家这个版本去玩 而且第一件多新吃 他的功能性比较缺 然后对你的 对你中处的提升也非常不错嘛 这个原因 我的卡牌是我的玩具了吗 那我现在该打个广告 抖音搜索 花满楼 中野双职业 二代三车堆 怎么你中单玩的是真的 以前打职业的吗 以前靠中单混合饭吃的呀 我是 几个LPL战队的首发呀 首发中单嘛 混合饭吃 现在有跟车的位置 官朋友们 有需要跟车的 可以看一下花滴右下角的联系方式 还有位置 都是保胜里的 给个引人AQ三花 然后拉开 躲一下那个落的技能 看到了吗 官朋友们 这就是我们团战操作的 所以我们可以在落没有放技能之前提前告诉大家他想干什么 对吧 他落肯定想过来抬我们 然后用紧直去躲了就可以了 所以把我们伤害打满就行了 把野区经济吃一下 OK 背一下队友把野区经济打掉 该的行 回家补个装备好吧 我以前是W战队的中单嘛 往事的 小时候的事情呢 W战队 然后方不大死 EDG 其实在那里我都呆过 好哥们 有的是试完群不想去 有的是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在那里呆下去好哥们 王室没什么好提的好哥们 中的兵在清一下 走播还是王者要直接好哥们 不要提这个好吗 这个秘密不能被你发现好哥们 走播的可能 你得难受的 小时候打过王者要吗 联盟手游没出的时候 那没办法呀 那时候手那时候电脑 家里球买不起电脑啊兄弟 你只能玩手机 我们联盟手游一出我就来联盟了呀 组织还是跟着联盟走的 他这种我们就没有必要跟着去浪 我们就增上fire就行了 稳扎稳打嘛 哥们朋友们 可能组播节不是全抖音最秀的 但一定是全抖音最稳的 好吧哥们 小个双Q 来一下 冰线稍微过一下 好吧 打的话把兵线过稳 双Q AJE 把兵线轻松 观察队友的位置 可能不至少出节奏 这位置慢慢打好吧 再一下 别的不用慌好吗 再一下 双Q AJE 把我们的兵线带过来 我直接把这边高地给他拆了就可以了 那的话配够队友就把他高地给拆了 直接拆防一台就行了 不倒击好吧 游泳快的军技 慢慢打好吧 别的不倒击 再一下 慢慢打就可以了 OK 然后拿大刀起了 可以拿阿拉肺 躲一下他的技能 然后他顺便把那个文恩秤死 走位躲一下技能 鬼掌再秤 才要交闪线了 影子往后放 再拉开好吧 关门 第一时间其实我们不用想着直接去拉开 因为对方的伤害不是很高 我们还有星池嘛 所以说就看能不能拿个五杀 他这样拿不了五杀就没什么办法 回家了我们做一下 赛尔尔达 这就是这个版本级的出装关门 星池黑切 CD写加赛尔尔达关门 主要是要拉CD 拉CD去刷这个星池的被动 然后在星池被动 去打 去打那个 去打那个 持续团战嘛 然后配合这个征服的就很厉害 好吧 看一下队友的位置 别的不着急 先看一手扫描 那的话我们站一下位置 不慌 减速甩个双Q 拉扯一下 A他也到 给大招躲他W A拉回 然后双Q直接把他杀了就行了 这种就是直接把他杀了 看到吗 不让他碰到我们 就我们有个大招幻影的一个 很细微的细节点 就这样子 去换一个位置 不然让这个落碰到我们就可以了 就可以保证自己杀了他 那种事还是很安全 好吧 再双Q 那我们还是一样撞到发育 别的不着急 再双Q A接E 把兵线带过来 好吧 如果列马中大家撞好 先看一下队友的位置 没后续的话就先拉扯一下 不着急好吧 双E减速 换回过来 再A一下 A加Q给成绩 A然后阿拉回 然后直接把他杀给他拆了好吧 大家喜欢主播的点播关注 觉得主播打得不错的 可以加个粉丝团好吧 关朋友们 今天是二代三中 关朋友 中野双直接二代三 然后的话一把都没输了吧 关朋友有需要跟车的可以看一下 你花的一块角度的